84 《大公報》 本土派賊涵觸賊 2015年7月27日要問A03正程短打四男女涉嫌在本年3月 光復元朗反水貨客示威期間襲警及左妻辦公 入前團門裁判法院裁定4被告傳訴4項罪名成立 裁判官陳碧橋直斥漢中女被告誣蔑警員非禮的行為惡毒 激進本土派熱血公民及本土民主前線作日卻在銅鑼灣大設街站 又派發傳單,聲稱四男女事異時,又稱社會法治已崩壞 而本土民主前線亦於集會後更遊行至高等法院抗議裁決不公 不過,這次參與遊行的人數寥寥無幾,只得約100人參與 可見訴求得不到大眾的支持 法治是香港的核心價值 假如被告是清白卻被判監 可以提出上訴,這個制度一直行之有效 現時法治精神的確崩壞 不是因爲法官胡亂判決 而是因爲這班橫蠻無理的本土派 他們是法律如無物,那有法治可言 只要被告無罪釋放,他們便歡迎裁決 被告一旦被判罪成 本土派便立刻高叫法治崩壞 世上還有什麽人比他們更無賴呢 再者,他們企圖製造輿論壓力改變法官的裁決 這不是嚴重損害法治嗎? 這班所謂本土派 女女挑戰香港法治以及市民的道德底線 於本年2月至3月發起光復行動 這出妖民鬧劇,欺壓若少 到處子馬途人,黑得小女孩淚流滿臉 香港人至今仍然記得那些畫面 專橫的本土派居然談論正義和法治 豈不是賊喊觸賊,異笑大方 。